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特工喜剧《非常小特务2》 第一部说到出生于特工家族的卡门和朱尼姐弟俩 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将爸妈救出 阻碍了反派的第三大脑计划 所以他们成为了情报局的小特务 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小特务 情报局还有一对厉害的兄妹荡小特务 哥哥小盖和妹妹小弟 兄妹荡小特务在营救公主的任务中 抢了他们的功劳 而兄妹荡的爸爸秃头也成功顶替他们的爸爸 成为了情报局新任局长 即便如此,姐姐卡门还是迷上了小盖 就在换人晚会上 大人们都因为喝得被下迷药的酒而晕倒 伪装成服务员的坏人戴着铁帽子 拿走了防御系统设备 并利用磁铁逃了出去 因为保护不力 弟弟朱尼的头衔被小盖拿走 朱尼因此闷闷不乐 连最爱的天线宝宝节目 也提不起他的兴趣 姐姐卡门黑了情报局的网络 得知了最新的任务 防御系统设备最后一次出现 是在一个神秘的岛屿的附近 姐弟俩决定去那座岛查看 立下功劳 说不定可以挽回之前的局面 路上 姐弟俩打电话寻求第一部里面的反派 菲利普和明顿的帮助 明顿告诉他们 兄妹当的秃头老爸是可疑人物 就在即将抵达岛屿时 他们的所有设备却突然断电 两人只好靠着冲气符上升到水面 却没办法上岸 正在这时 水面冒出两头蛟龙 咬破了他们的冲气符 姐弟俩因祸得福得已上岸 两人爬上山顶 却不小心从火山口掉落 两人一直掉了四个小时都没到底 就在弟弟准备补充点体力时 他们发现自己漂浮在一个假火山口上 旁边还有一个科学家 科学家原本在这座岛屿做动物基因研究 研究出了很多奇妙的小型动物 却在一次失误中将动物变大了 科学家因此躲到了火山底下 并建立了一个隐形防御系统 所以他们的高科技设备才不能使用 这时兄妹荡也上岸找到了他们 卡姆和朱尼说他们的爸爸很可疑 兄妹荡自然不可能相信外人去质疑自己爸爸 于是和他们分道扬镳 却暗中跟踪他们 朱尼和卡姆因为突然冒出的小动物从空中坠落 兄妹荡趁此机会反超他们 聪明的卡姆突然意识到 他们是中了兄妹荡秃头老爸的圈套 如果他们失踪 秃头就会让他们的爸妈来救援 如果爸妈前来救援他们 那就没有人可以阻碍秃头的阴谋了 想到这里 卡姆将爸妈按在地上身上的追踪器拔出 可惜已经晚了 爸妈已经坐着潜艇前往小岛 一同前行的还有外公外婆 恰巧的是外公也在朱尼身上安装过追踪器 这时朱尼这边也再次陷入险境 他们遇上了博士说的各种大型生物 在逃脱时掉入一个地下洞穴 朱尼忍不住诱惑 拿走了一条金项链 因此惊醒了看守项链的骷髅 就在二人被骷髅围剿时 卡姆被一只飞猪带走 而朱尼只得归还项链以保安全 刚逃过一劫的朱尼又遇上了一头蜘蛛怪 朱尼用巧克力饼干赢得蜘蛛怪的青睐 却遇上前来挑事的小盖 两人骑着怪兽决斗起来 朱尼打不过小盖 小盖嘲笑朱尼是个废物 还说喜欢他的卡姆是个呆瓜 这时卡姆帅气出场 一脚踢发了小盖 而妹妹小弟也在此前被卡姆说服 并没有站在哥哥这边 姐弟俩找到防御系统 秃头却突然带着一群铁帽子人出现 危急时刻 飞猪出现再次带走了防御系统 卡姆因为被飞猪带走过 所以知道飞猪的巢在哪里 他先一步拿到了防御系统 这时他们的酱油爸妈也终于赶到了岛上 秃头和爸爸进行了一场对决 虽然这场对决没有想象中的精彩 但重点在于爸爸舍身保护了岳父岳母 此乃人间好女婿呀 而秃头的装置也被自己的女儿改装 因此错失了称霸世界的机会 最后秃头被总统女儿炒掉 爸爸接任了新局长 而一向不满爸爸的外公也终于接纳了他 或许这就是家人的意义 就算平时再不满对方 但到了关键时刻 总是会站在同一边 好了 如果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